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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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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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他欠我心配 吐苏 还想打吗 你不是回去了吗 如果是演戏的话 到此为止吧 如果不是的话 谁派你来的 没有人派我来 是我在临走之时 想确认一下心中的猜疑 猜疑什么 不是我安排的 我完全不知情 与邱姑娘无关 受伞离开的时候 看到你在茶林附近的树林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柳叶标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竹林的那个结界 是你布下的 结界 卓大哥 你也去过竹林 邱小姐说过 当初有凶手追杀她的时候 竹林里的结界 普通人是进不去的 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结界 是你布下的 其实你早就知道 她在四处打听你 一方面 你想让她死心离开 而另一方面 你想保护她 是卓大哥布下的结界 你想保护我 卓大哥 那为什么 刚才出手 我只是想试探一下 你是不是真心在乎 求姑娘 还是仅出于朋友之意 想保护她而已 不过 刚才你已经给了我的案 卓大哥 原来你真的在乎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要谢谢你 其实 刚才欣蕊跑出去的时候 我已经动摇了 要万一真的天任勇哥 我真要霍霍一生 周琼虽然同意 与邱姑娘在一起 想必还有很多问题 不能解决 既然决定重新开始 那现在的卓云飞 就不是以前的卓云飞了 无非就是放下二次 只要不计前程往事 真心眼前人 一样能过得很好 周琼说的是 图苏受教了 既然二位已经和好如初 我也不便就了 图苏兄弟 我知道你现在归心四见 但是天色已晚 路途不方便 不如明天一早 再请离开吧 太好了 来 陪我多喝两杯 来 了 很容易 死 生 鱼儿快跑 这么早就醒了 是吗 我倒觉得太晚了 这是 新酒汤 还没取过门 就这么贤惠 来 把这喝了 谢谢 周兄 不必送了 一路小心 秋姑娘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谢蕊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周兄 你怎么样 谢蕊 你在汤里下了毒 你 知道了 我看到了你身上的纹身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爹娘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 我 我欠你的 这就是你的难言之音吗 我竟然到现在才知道 我多了希望 我们只有在木槿花下重发 那该有多好 那该有多好 是啊 木木之潮 不得不报 周兄 我帮你去毒 不用了 已经太晚了 解不了毒了 你们赶紧走 雪露威 马上就要来了 雪露威 江湖中的赤上人组织 男人剪裁 女人消灾 原来你是她的人 小心 她从十几岁就跟着我 是我身边最好的杀手影杀 云飞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就是你被判组织 怜香惜玉的结果 大姐 你还知道叫我大姐 算你还有点良心 放开她 等我杀了这个贱人 就来帮你解毒 等一下 把钱给我 我要牵手杀了她 周兄 只怪我当时姓软 没想到 背叛我 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当初你为了这个臭丫头 背叛组织 还杀死了其他兄弟 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仇人家的女儿 是不可能跟你这个杀手在一起的 薛心蕊 杀死你父母的 是杀人不眨眼的眼上 而救你呢 是英俊潇洒洒的卓云飞 偏偏是同一个人 你是爱你 还是恨你 当初都是我的错 想我在江湖多年 买手杀你 还抱着无数不切实际的幻想 坚持愚蠢 你 大姐 大姐 丑大哥 大姐 走 走 周大哥 周大哥 杀人 不要难过 都是我不好 我早就后悔 不应该当一个杀手 但是 若不是我去杀你爹 就 就约不上你了 这都是天忆的安排 是我对不起你 不禁话下 我已对你动心 胆球 蓝胜 柳大哥 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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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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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鬼灭人的事情 总算是有个了结了 图苏终于不用再问了 不过 清语谈还是有一些麻烦 所以我把林月派过去 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 她才能回来 红玉姐 之前长老的闭关四年了 眼看就要出关了 要是到时候 他们师兄弟俩都能回来就好了 这回来也不见得是好事 不回来也不见得是坏事 顺其自然吧 图苏跟你讲过 她以后的打算吗 看晴雪 对她关怀被制的 我觉得以后 去幽都那也不一定 红玉姐 其实图苏刚来天庸城的时候 我就预感到 图苏她肯定不是天庸城的人 她不属于任何地方 她一直所抗拒的 也只是坟迹而已 如果有一天 她到了更广阔的地方 找到了她的平衡 很有可能 她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 至于天庸城 不是该束缚她的地方 如果能有更广阔的地方 而且还有晴雪 这样一位好姑娘陪着她 也是令人羡慕的好事 令人羡慕 令谁羡慕 傻丫头 你呀别羡慕了 这万一凌月 要是被那个猴子给缠住了 她去了秦川 或者是在街上乱逛 不回来了怎么办 大师兄才不会 而且她收了我的剑碎 她一定会回来的 若能有转机 说不定 我们俩真的有机会可以在一起 福曲 你看 这是我特地从山下给你带回来的玉镯 喜欢吗 上次罚你罚得还不够啊 你还偷偷下山去买玉镯 这不是想让你高兴高兴吗 我不高兴 你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好好向大师兄学学 身为二师兄 你不以身作则情于练功 你还成天整这些没用的 大师兄这不是不在吗 再说了 我再练功啊 那你就回去念必思过 我没有什么过好思的 师妹 自从我回到天庸城 你就一直对我冷冰冰的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只不过是替门派清理败类 替赵林追凶报仇而已 是 我不是天庸城里法术最高的弟子 但我觉得我是天庸城里 最讲义气的弟子 简直是执迷不悟 福曲 你听我解释 不必了 林端 大师兄要接替天庸城长教的位置 如果他有什么意外 别说是我 就连我爹跟直剑长老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最好给我 老实点 福曲 大师兄大师兄 什么都是大师兄 来 我这就要回清语谈了 千尚 您是要与我一同回去 还是留在这里 或是继续浪迹天涯 游历人间 这些年走来走去 也看了许多 自以为许多事情 已经看得开了 看得透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看不透 这生生死死的 这世间又有谁 能够真正看透生死 你与华商姑娘认识虽久 但是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所以少了那些柴米油盐的琐事 多一份距离 也就多一份期待 忘掉一个人 又谈何容易 别太执着了 凡事糊涂些 也就更自在些 我只是想给华商一个交代 可是锦娘就好像消失了一样 连个消息都没有 少公 我也跟你去趟清玉坛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雷炎一死 清玉坛还有诸多钥匙处理 只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 无法顾及你 本来也没打算让你顾及 反倒是你 雷炎虽死 清玉坛的其他弟子 可未必听命于你 我去那是保护你 哎呀 怎么想都是当年你救过一命 我欠你的 不过现在想想 这命救的可真值啊 大师兄也要去清玉坛 焚祭之事 前前后后拖了十多年 雷炎费尽心思 步步为营 他的手能伸得这么长 难保清玉坛 没有他的预挡 大师兄是不放心我去清玉坛 你一个人去 的确有危险 我跟你去 帮你调查雷炎的预挡 不但可以互相照应 也可以替图苏解除后患 大师兄处事周全 求之不得 我不明白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离那个鬼地方 又要回去 迅方 我答应了 图苏要帮他炼制丹药 更何况 清玉坛还有许多事情 在等着我去处理 图苏 又是为了图苏 你就不可以 为了你我的将来打算一下吗 清玉坛是什么地方 你不是不知道 雷炎已死 现在的清玉坛 已不同往日 已经不会有人 对你我不利 那我也不想回去 我讨厌那个地方 你若是不想回去的话 那就先回秦川等我 等 一年两年 还是三年五年 我不是方如沁 只知道苦等 你知道吗 我等了你多少年 盼了多少年 才能跟你在一起 我等不起了 巡方 我回清玉坛 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着想 你不是一直想 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等我练好了长生不死了 等图苏的事情结束 我们就离开清玉坛 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真的吗 永远在一起 你哦 有没有 苏苏 你去哪儿 别担心 我就找妖了 你好好休息 什么人 原来你是妖 是你 冤枉啊少侠 我虽然是奎妞所化 但我从来没干过上天害理的事 我就帮我大哥 买买酒 并多吓唬吓唬人 我善良无辜 忍住无害啊我 我上有大哥下有大哥 我大哥不能没有我啊 你是奎妞 是是是 我就是这小海妖 大姐 你难道 你要拿我的内带 给那姑娘治病 使不得 使不得 那摇老头 他是瞎说的 他跟我有过节 我法律低微 你拿了我的内带 也没用啊 但你确实在同城 欺凌弱小 没有 绝对没有的事 我就跟那摇老头有过节 这事 还得说三年前了 那个时候 风和日丽 万里千古 停 说重点 对对对对 说重点 说重点 重点 那姑娘的病 其实能治 用不着我的内单 怎么治 我们家族里 好多宝物 都是灵力充沛的 要不 我给你拿去 我跟你一起去 这 我们族人 比较怕见外人 这你去了 肯定只会添麻烦 我言没为人 为牛 实实在在 一言即出 似牛难吹 好吧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给你拿过来 秦雪 我们再去找姚师傅问问 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秦雪 秦雪 你身体没事吧 我没事 但如果你们是来抓苏苏回去的话 我还能跟你们一战 秦雪 别任性妄为 以你现在的灵力 与我们相斗 只是以卵击石 赶紧给我们回去 秦雪 你的伤还没有好 先跟他们回去吧 秦雪 你现在灵力尽失 再拖下去 恐怕连命都没了 那你就回去跟婆婆说 秦两位祭司 杀了我这幽毒灵女吧 秦雪 你身为灵女 怎么能如此执迷不悟啊 秦雪 你先听我说 我现在一时难以抑制你 先跟他们回去 严好伤再说 苏苏 我知道你让我回去是为我好 但我让你跟我回去也是为你好 你现在你可煞气发作 也不愿意跟我回去 我尊重你的选择 也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秦雪 难道你要逼我们绑你回去吗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我要回 秦雪 你快走吧 这儿交给我处理 谢谢你活换 别谢我了 你赶紧想办法把生吃好了 喂 你照顾好他 还不快走 走 也不知道屠苏哥哥到哪里了 香菱 我二姐 想让我回秦川了 你呃什么呀 我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回去 我才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以为我只知道玩啊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你有什么事情啊 找你爹娘 可是你连你小时候的事情都不记得 你爹娘叫什么也不记得 所以呢 你还是跟我回秦川 到时候我让我二姐 不要 我又不喜欢你 凭什么跟你回去 你是嘴上那么说 那阵子在腾仙洞的时候 你不是还救过我一命的吗 还有在那个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告诉你啊 我救你是出于好意 因为我们是朋友 再说了 你有你家 我有我家 干嘛跟你去 各有各的家 你家在哪里啊 红烟湖吗 可是你爹娘又不在那里 你回去干什么 我 我不知道 不过 我可以去问少公哥哥 少公 你是说烛龙之灵 我应该早点想到这点 我现在就去见 一切 训方 他真的愿意陪你回清玉坛吗 他之前也是为了我 才被雷烟所避 不会再有事的 同意那边 同意我会带他回秦川 好好照顾他 多谢 小兰也跟你一块回去吧 来生 他说不管是生是死 都要跟湘灵在一起 我也不像以前那样执着了 毕竟就这么一个弟弟 总不能把他从我身边赶走吧 既然他想跟湘灵在一起 那我就把他们两个都带回秦川去 在我身边看着 我也安心一些 也好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小兰也应该长大了 总有一天 他会理解你的 但愿吧 你 你自行保重 小公 我姐刚刚说什么了 你姐刚才说 让你和湘灵跟她一起回秦川 我是想 可是湘灵不想 小兰 以前都是你姐为你遮风挡雨 现如今你都已经长大了 也该担起这责任 别那么任性了 我知道我有责任保护我二姐 但是我更有责任保护湘灵 有两次 她差点就为我丢了性命 我想帮她找到她爹娘以后 就让她跟我一起回秦川 到时候再去找我二姐 我们一起生活 这样不是更好吗 不过呢 我还得需要少公你来帮我 少公 我想借你那个 竹笼之灵一用 行不行啊 切记啊 不可乱用 谢谢了啊 进来了吗 进来了 你看 这里呢 有了 这个是我 怎么看来看去 全都是红叶狐啊 嗯 湘灵 你不要难过 这竹笼之灵看不到 我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好吗 我肯定会帮你找到你亲娘的 啊 不过你可以先借我看一下吗 你先借我玩玩 我回来就还给你 啊 随便吧 我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啊 真是烦人 这要是偷偷看了 万一发现我不是方家的孩子 那可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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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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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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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虎子 虎子 我要虎子 虎子 虎子 哥去给你採草药 你等我回来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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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老丈夫 老老爷 前面有个小行啊 孩子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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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